你有人情味吗 一个普通朋友 都不说生孩子的事 就到北京了 大包小包的 你来接个飞机 我们都会去一下 更何况 带着你的骨肉回来 然后呢 女生也非常震惊的是 让你说一件最伤心的事 你最伤心的事 居然不是 在于她对你的冷漠 而是在于 还是会向上她爸妈 那不废话吗 你儿子跟你以后关系不好 她能不向着你吗 就你们这个逻辑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不明白 那我表达一点吧 就是人总该善良一点 男生用善良的心 去看待一下身边的人 看待一下 为你生而育女的 这个女人 对于女孩来说的是什么 隐忍不如崩溃 但是我劝你也别崩溃 如果你觉得 还能坚持下去 那我觉得 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让你离开 这段婚姻了 你千万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 或者打着孩子的名义怎么样 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想想 是不是应该 有一点点 女人应该有的自尊和自爱 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 看一看周围的女孩 是怎么样生活的 看一看周围的女孩 她们的先生 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 咱们先把世界观掰过来 再去论其他的事情 好吗